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军事是否强大 还有经济 科技 文化等等多个因素 但是不得不说 军事力量绝对是立国的前提 也是国家能够运行的根本 也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外交水平 美国为什么可以到处实行霸权主义 到处充当世界警察 说白了 强大的军力是美国要武扬威的资本 作为唯一一个超级大国 美国的军力足以让美国有点为所欲为 虽然这个世纪以来 我们的国防实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与美国相比显然还有巨大的差距 但是这种差距只会越来越小 但是现在国际形势依然复杂 我们面临的压力还十分巨大 美国无休止地在西台平台搞事 使用各种手段来牵制 妄图阻止大国的崛起 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手里没有像样的国之重器 还真不足以让美国忌惮 而东风41作为当下最重要的国之重器 射程达到14000公里 足以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威慑力不言而喻 尤其是携带核弹头的东风41 足以让任何国家鸡蛋 毕竟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反导大国 在东风41面前依然无能为力 根本无法拦截住 相对于东风41来说 096型核千亭核轰20 也被看作是另外两款国之重器 很显然 这两款国之重器都在研发中 或者说都处于即将问世的局面 在歼20问世以后 我们已经解决了轰20的隐身问题 作为20系列机型里最后一款未肉面的机型 今年面试的可能性非常大 毕竟当初计划的节点就是2020年 而094型战略核潜艇已经问世十年之久 大家期待的096型战略核潜艇 依然没有浮出水面 不出意外的话 095型攻击核潜艇已经问世 而096型核潜艇核实浮出水面 依然让大家着急 只不过与096核潜艇的战略作用相比 显然096核潜艇的威慑力更胜一筹 轰20更像是明面上的作战 而096型核潜艇完全可以神出规模 发射的巨浪3可以轻易打击任何一个地方 而且出现在敌人的后花园也未必能够发现 昏20的层面是战术上的 而096型核潜艇的层面是战略性的 显然096型核潜艇威慑力更大 那么即便是东风41洲际导弹 与096型核潜艇相比恐怕也无法企及 毕竟东风41也是明面上的打击 在发射的一刹那显然就会被知道 而且还要穿过层层拦截 依然有被拦截的风险 而096型核潜艇显然是背地里的 可以在海底神出规模 悄然出现在敌人的周边海域四季而动 在战时完全可以以锤定音 完全有可能扭转战局 而且也是核打击体系里相当重要的一环 威慑力显然会比东风41更大 但是无论是东风41还是轰20还是096型核潜艇 都是名副骑士的国之重器 在战时都足以威胁任何对手 核潜艇方面 世界顶级的核潜艇技术 拥有过还要输美国和俄罗斯 按照现在的技术发展来看 俄罗斯核潜艇胜在海底速度 不过近年来 经营技术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美国在核潜艇领域 综合技术方面比俄罗斯稍强 英国和法国目前在核潜艇领域 和我国应该分属世界第二梯队 在常规潜艇领域 德国是世界第一 小型核潜艇世界第一当属2104 大型AIP要属206 我国自从进口了击洛级潜艇之后 常规潜艇经营技术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目前技术水平应该和法国不相上下 日本和韩国的常规潜艇技术也不错 不过这两个国家的潜艇技术多是博来技术 潜艇的自主生产方面稍差 核潜艇领域 美欧不相播种 我国目前技术状态相对落后 但是正在奋起直追 目前世界先进战略核潜艇以美俄为首 俄罗斯的北风之神当可以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 一艘排水量1万多吨的大家伙 噪音水平大约只有110分倍不到 比美国俄亥俄的噪音水平更低 另外前航深度最大可以达到600米 这是目前核潜艇技术的天花板 目前全世界具备如此前身的核潜艇不超过三款 分别是美国海狼级 俄罗斯北风之神和亚森级 像我国的核潜艇以及美国大多数的核潜艇的前身都在400米以上 也就是说 目前北风之神一旦深入海底游异 除了美国的海狼级可以在海底和北风之神对抗 几乎没有国家有能力将其击沉 说到这里有个梗 很多同学认为北风之神的前射布拉瓦导弹只有16枚 不如美国俄亥俄级的24枚厉害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战略核潜艇作为二次反击的主力 并非携带导弹数量越多越好 目前分导弹头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虽然24比16多了不少 但是在分导弹头技术的加持下 对于打击能力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未来美国预备用来替换俄亥俄的 哥伦比亚级和潜艇的导弹数量跟北风之神一样 也是16枚 难道可以用导弹的数量来说俄亥俄 级比下一代的哥伦比亚级更优秀吗 哥伦比亚级首艇大约在2030年服役 从美国的技术描述来看 哥伦比亚级的技术路线更像学习北风之神 或者说新技术发展都有一区同工之妙 X星尾多 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蹦喷推进器 新的销声码 这些无意例外的都在向着 经营性能和机动性能加强的方向前进 我相信我们国家的096 应该也是此种技术下的产物 目前我国095和096 是不是已经服役了始终是个米 我们只能基于094 为大家展示目前我国的核潜艇技术 当前我国最先进的战略核潜艇是094A 装备12枚巨浪2A 经营性能和导弹性能相比早期的 094和巨浪2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在我国南海巡航就具备对美国发起核打击的能力 094高耸的规备一度被认为是性能落后的标志 实际上这是我们的94排斥量小 导弹尺寸大导致的 跟先进性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因为现在世界所有的新翼战略核潜艇都有规备 只是隆起的程度不同而已 目前我国因为处于第一岛链的封锁之下 核潜艇活动的区域相对比较狭窄 大概只能在南海进行部署 相对于美俄核潜艇来说 我国没有进入深海大洋的航道才是最让人担忧的 攻击核潜艇领域 目前最先进的型号要属美国的海狼级和俄罗斯的亚三级 像美国相对于海狼级更廉价版本的 弗吉尼亚级的性能也就比我们的093好点 跟93B相比性能还有不如 很多同学认为我们的093核潜艇还不如美国的洛杉矶级 这个说法我是不认同的 因为这些技术性能看上去不错的老家伙 早就落后于我们持续改进的93B了 我就问一句 洛杉矶级能发射巡航导弹吗 能发射反舰导弹吗 作为水下杀手 仅仅用鱼雷作为武器 射程那么近 怎么可能获得93B的5倍能力呢 常规潜艇领域 德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 我国超过日本和法国并列世界第二 美国海军在冷战时期的水下力量建设的重点 是在深海大洋中找到俄罗斯的核潜艇并将其歼灭 对于潜海领域寻找常规潜艇本身不深寥寥 对于核常规潜艇的反舰作战其实也不深寥寥 俄罗斯的基洛级潜艇曾经刮起了一阵海底 常规潜艇世界领先的雄风 但是随着在常规潜艇AIP技术领域的落后 俄罗斯常规动力潜艇也开始由过去世界领先 变成了不深寥寥 目前俄罗斯能够生产的最先进的常规潜艇 还是基洛级潜艇的最新改进型636M之后的型号 可以说美俄虽然在核潜艇领域技术领先 但是在常规潜艇领域跟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德国212常规动力潜艇采用新型燃料电池技术 可以支撑其在水下低速连续航性最长达到20天的时间 这样的能力让常规潜艇技术向着亚核潜艇领域进步 目前德国的AIP技术已经迈到了韩国 土耳其 以色列等国 算是世界常规潜艇中性能最好的 德国之后 法国和我国应该处于世界先进常规潜艇领域的第二梯队 别的不说 在世界AIP潜艇贸易中 目前除了德国 法国和我国之外 别的国家的常规潜艇都卖不出去 这就最能说明问题了 有人说我们卖给泰国的S26AIP潜艇价格便宜 每艘才3.3亿美元 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对的 我们当初买基洛级潜艇的时候 价格还不到2亿美元呢 当时我们买的基洛级潜艇可是给前苏联生产的改建型636 到新世界后买的Basso 636M型则比俄罗斯自己用的还要先进 价格都没有我们卖的贵 难道我们真的是以低廉的价格赢得的订单吗 另外一点 巴铁购买的S20是我国039A的出口型号 巴铁这个国家购买潜艇可是看重性能的 因为巴基斯坦是二战之后首创用潜艇基层护卫舰战国的国家 所以对于潜艇的性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作为法国潜艇的传统用户 巴基斯坦难道会因为价格便宜就放弃对性能的对比吗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很多同学认为日本的苍龙在性能上应该非常先进 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潜艇之一 至少在性能上应该超过五国的所有常规潜艇 甚至可以和德国的潜艇一比高下 这种说法是很多人对于日本技术过度迷信的结果 日本在潜艇设计领域确实有一套 但是仓龙机采用的AIP技术落后 水下航速缓慢 艇上的电子设备也是从国外买的 武器也有很大比例是从美国进口的 等于说日本只是生产了一个壳子 这样的潜艇制造国家怎么能和潜艇强固化等号呢 应该只比韩国稍微强一点才对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贸易 澳大利亚潜艇采购的时候 日本也拿出了仓龙机前驱竞标 结果很酸爽 日本人自己觉得仓龙机很强 但是在澳洲土口比较之后发现 仓龙机潜艇存在一种穿播距离非常远的低频噪音 敌人的声纳系统在超远距离上 就可以侦测到仓龙机的存在 由此也导致日本仓龙无远澳大利亚的潜艇项目 日本下一代采取锂电池AIP技术的大经济 目前数据尚不明朗 日本潜艇是不是世界领先 还要时间来验证 我的观点是 日本作为传统的潜艇强国 很多的技术来自海外导致这个国家的潜艇制造在战时容易被封锁 也就是说日本潜艇最强 但自主能力偏弱 只能算半个潜艇强国 我国在常规潜艇领域应该算是这个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了 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击落级潜艇的引进 第二个是我国在长时间的对外交流中学习的成果不错 击落级潜艇之前 我们的常规潜艇不过是不适合海底航行的035名级潜艇 就算性能落后 我们到1994年不过才有三艘可以使用 在90年代的时候 我国常规潜艇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70年代开始语言 80年代开始攒 到1994年才下水的039上 我国在1993年获得了苏联时代的击落级潜艇之后 发现我们的0392也不是 于是039后续改进型号逐渐长成了击落级潜艇的样子 39G应该是我国潜艇开始击落化的第一款潜艇 到后来的039A加装了AIP技术之后 39B开始向着德国世界级别常规潜艇进步 到了039BG 我国常规潜艇已经是世界领先的程度了 至少在我看来 039C的技术性能要超过法国鱿鱼级和日本的苍龙级